许多的妇女朋友都是家庭事业两头烧 而在妇女节劳工局为了要慰绕女性朋友的日常辛劳 也特别结合了视障按摩师 推出了专属女性的10分钟免费按摩服务 也顺势让这些视障按摩师有曝光和行销自我的机会 庆祝三八妇女节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贴心服务 找来合格认证的视障按摩师 为女性朋友俩连丧吉磊 我们是配合高雄市政府整个社会局妇女节系列活动 在高雄市八个区十六个据点 来推广这种女性免费视障按摩的活动 这些女性朋友可以体会到10分钟的免费视障按摩 10分钟免费按摩体验 果然吸引不少平日为家庭职场社会辛劳的婆婆妈妈 特地前来领取号码牌排队等候 我很忙碌 我还是来学习要等 为了身体健康 比较好 身体比较好 今天不用费 不知道有什么 阿德福越多吗 不错 很好 因为我从来没有 很少去给人家按摩 我只有去大陆的时候有去过按摩 试试看体验一下 那现在觉得很舒服 对 轻松多了 她说我的心骨很硬 而服务受到肯定 也无疑是全市325位市长按摩师的最好宣传 最好是这样 很好的帮助 帮我们先导先传 增加我们的一些客户 增加我们一些收入 我是建议不是只有妇女节 像崇洋节也可以 跟爸爸节是不是可以 劳工局表示 妇女节招待10分钟免费按摩活动 在3月9号下午2点到5点的爱荷庞按摩站 美术馆 以及3月10号上午劳工公园假日花市 凤山台糖花卉市场 下午的文化中心都有 欢迎女性朋友赶快来享受的 度过自己的节日 港东新闻志许富天采访报道